SUNSET 紅白主要是玩Equipment 和 Aura Equipment 是什麼來的呢? 例如這張Equipment 它是一個Artifer 它放了一場之後 上一場你可以給Equip的費用 將它放到你的生物裡 它就會有一些特別的異能 如果那隻生物是離開了Battlefield 它可能上回你的手 或者是下了Gravia 你可以支付兩個費用 再放在另一隻生物裡 但你只可以在你用Sorcery的時候 用這個Ability 那Aura就是簡單來說 是一個Enterment 放在生物裡 或者放在其他維交物旁 那紅白主要是有一張卡是這個 那它說 如果你的生物死了 它是有Equip了或者Enterment 即是放了Aura 它就可以上回你的手 那另外Token 如果是Enterment 或者Equip了就可以加一加 那Token那個就 它有一系列的卡 是一些Token 還有Equipment的 那例子是 在這裏 那紅色白色方面 白色就是一個 Angel 本身是兩個Manar的Equipment 但如果你多給5個Manar 你就會有一個4-4 Angel 而且它會立即Equip上去 那它加2加1會變成 6-5 還有飛行和Widget 另一個就是紅色的 本身是3個Manar的Equipment 如果你多給2個Manar 就會有一個2-1的生物 那你會立即Equip上去 那它就變成加3加0 變成5-1Trample 即是大一點 5個Manar 那Equipment 這種Death 我覺得它如果單單是靠 這張Uncommon 可能未必夠玩的 因為你要另外 有些Ware會更好 或者你有一張Mythic 就更加好 但是你未必有預抽到 如果你是紅白 你決定紅幣Equipment 那你就可以選一些小小的生物 例如這張去飛行的 那你可以把剛才的Equipment 放在他身上 就可以攻擊 那對手如果沒有東西可以擋 你就很快就會贏了 還有你可以考慮一些 放Token 放Token的生物 那你就可以放Token 那你就可以放Token 放Token 那你就可以放Token 放Token 或者放Token 放Token 那Aura Aura來說 比較好用的是 一張Uncommon的Aura 它就說 如果它是 放了在 uncommon uncommon 我記得uncommon 大概可能都是common 是一個兩個mana的Aura 如果你在 在graveyard的時候 你可以 被mana的Exile 那把另一張Aura 的Equipment 移回上手 那如果你有其他好的Aura 就 它剛好下了 一份 牆 你就可以 把那張移花上手 那如果你是 好好運 Draft到一些很強的卡 例如 這個角 那你變了 它 這個是 Equipment 而言 或者是 當生物 也是很強的 很適合 紅白用 它如果是Equipment 那隻生物死了 就將它移花上手 那隻生物永遠都不會死 還有 我覺得 而且 如果它是 一隻生物上場的話 你任選 但你 Cast它的時候 變了 這個 紅白Equipment 是快 你不要想著 可以很後期 這樣 因為後期應該都很難贏 如果你想要 那隻 ANGEL的Equipment 但是 又怕沒有Mana 你就要選 那些 Treasure Token 那些卡 Treasure Token 例如 例如 它那個 Saga Create Treasure Token 但是我覺得 都是慢 它 很難等 那麼多的 turn 出一隻ANGEL 所以 紅白 可能會快 快 出小隻生物 不斷打 那你就放棄 Mana 大的卡 全部細算 這些Equipment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覺得 我對紅白Equipment 的看法 另外 就有一些 vehicle 就是 它主要是 紅色的 vehicle 是什麼 就是你 Tap救那些生物 Tap救那些生物 他們的攻擊力 救那個 Crew的費用 你就可以當那個神器 是一隻生物 和一個攻擊 vehicle 目前 我看到就是 這隻 但vehicle 的卡主要是 紅色的 你不一定 是紅白的 例如這張 是vehicle 它說你有多少 vehicle 或者Equipment 你就可以加多少 個21的Token 那 它不一定是 紅白的 它可以 紅綠的 那 或者 紅綠都OK 主要是你有vehicle 紅綠有一張 綠色有一張 vehicle 是不錯的 那我等一下會 講一講 另外還有一張 是 uncomment 都是跟vehicle 有關的 看看這張 那因為它兩個mana 出兩隻二日 你可以用來 就是 crew那些vehicle 但是就 我覺得比較慢 還有它 在這套裡面的vehicle 的 攻擊力不太強 所以 紅白 我想你不要搞vehicle 你搞 你做 Aura 和Equipment